这个男人上一秒还被自己的领导 抢走了熬夜加班成果的全部功劳 并且还顺带着被抢走了他的女友 一时间成为整个公司的笑柄 下一秒却摇身一变 成为了全场女性的梦中情人 甚至绿了的他的女友都觉得自己是失了智下的眼 回头怒怼刚要与他订婚的男人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事情还要从王瑞叫醒自己的徒弟晶晶说起 睡得正香的晶晶吐槽师傅是真讨厌 不是说好了到开庆宫宴再叫醒他了 王瑞却得意地指向自己的店 调试完成几个大字赫然弹幕 项目最大的block他已经搞定 现在就等着庆宫宴出风头了 晶晶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得不得了 直接从后边抱住了王瑞 王瑞却一把将他推开 同时他让晶晶注意一点 这是不点赞就能报的吗 再说自己已经有你有签签了 他已经准备好 在万众瞩目的庆宫宴上给签签一个惊喜 那就是向他求婚 第二天庆宫宴成功召开 主持人的声音充斥了整个大厅 接下来就是要宣布此次项目最大的功程 此刻的王瑞心脏疯狂跳动 手中紧紧握着准备好的戒指 主持人拿着话筒提高了音调 他就是企划布的李子 一个穿着条纹衬衫的男人 音声笑着走上台对着众人挥手质疑 看到这一幕的晶晶顿时怒了 这个李总在项目里就是个混的 基本上什么都没做过 还好意思在台上说自己疯狂加班 他为自己的师傅打抱不平 王瑞也很无语 但对方毕竟是领导 只能吃下这个哑巴亏了 忽然他发现自己的女友 千千也朝台上走去 难道也得了什么奖项了 这十台上的李总拿过话筒 他表示自己要借这个机会 公固一件事 他和千千今天正式订婚了 希望大家能送上祝福 这一刻的王瑞目瞪口呆 他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王瑞走到台前询问那两个人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千千甚至都没有和他说过分手 而千千看着他脸上带着厌恶 冰冷地回复到你现在该知道了 他本想给王瑞留点面 结果他这个废物真是没有眼力解 自己跟李总的差距有多大不明白吗 还不等王瑞再说什么 李总直接一把推开了他 让他别在这里碍眼 飞行中的王瑞 不断地听到那两个人的嘲讽 笑他不自量力 笑他抢夺功劳 笑他让人恶心 也不看看自己的摔样 就在这时 一道机械的声音响起 宿主匹配中 宿主喜好解析 数据加载中 检测到外部威胁 紧急情况处理中 称号系统绑定完毕 获得现实称号 国民老公 接着一个粉发妹子 出现在王瑞的脑海中 他扑向王瑞 询问他是不是不甘心 妹子一用力 把王瑞推出意识海 同时笑到 他会给王瑞选一条好看的领带 下一刻王瑞回到了庆功宴 此时他已穿上了一身帅气西装 将头发梳成了大人模样 在所有人眼中 王瑞全身发散着闪耀的光芒 如明星一般助力在场中央 这个男人上一秒 还是被抢了功劳 和女朋友的加班狗倒霉蛋 下一秒就成为在场 所有女性眼中的国民老公 甚至刚绿了她的女朋友 都感觉她变了一个人 不明白自己明明之前那么嫌弃她 此刻心跳却如此之快 小鹿疯狂乱撞 千千在看向要跟自己订婚的理主 感觉她就是一头癞蛤蟆 自己竟然瞎了眼放弃王瑞 此刻场内的女人们都疯狂了 他们从来没感觉王瑞有这么睡 简直就是自己的梦中情人 王瑞自己也有点懵 一时间不明白这是什么情况 最先做出反应的是她的前女友 千千直接抛开 本来要和她订婚的理想 同时出身挽留王瑞 表示该走的不是她 而是理想这个垃圾 李总也懵了 有点不敢相信千千是在骂她 听了这话的千千十分激动 她正义凛然表示 骂的就是理想这个狗东西 不仅抢夺下属的功劳 还挪用公司的公款 别人不清楚 她可是全都看到了 听了这话的群众们顿时炸开了 早就感觉这个李总不是好鸟 没想到真的这么恶心 一时间群情激愤 大喊着垃圾滚出公司 李总咬着牙走到千千身边 小声询问她疯了吗 这些是明明她也参与了 千千却一把推开了她 表示自从她看见王瑞 潇洒转身的那一刻 自己就大彻大悟感谢归正 李总目瞪口呆 只能感叹好家伙 我直接好家伙 就在此时 宴会听着大门啪的一声被推开 一道身材高挑 穿着职业套装的女人 面色冰冷地走了进来 同时让所有人都安静 李小见到她好像见到了救星 急忙招呼蔡总裁 您总算来了 快看看现场这些员工 都要造反了 然而回答她的并不是救场 而是一张离职报告 美女总裁让她带着自己的未婚妻 赶紧去人事部把离职合同签了 听到这话 李小如坠冰哭 美女总裁看到她这个单傻的样子 直接把合同摔到她的脸上 同时嘲讽了一声大功臣 干完这件事之后 蔡总回头看向王瑞 接着她一步上前勾起王瑞的下巴 她懊恼自己之前居然没发现 公司居然有这么优秀的员工 另一边李小和张千千都开始向蔡总求情 表达自己的不容易 张千千更是楚楚可怜地看向王瑞 哀求着她复合好不好 已经彻底看透前女友的王瑞 没有给她丝毫的好脸色 她一把捏碎手中戒纸盒 让张千千从她面前滚开 这一幕看得身旁的美女总裁满脸花痴 感觉这个男人真是太帅了 她指向李小让她别辩解了 挪用公款的是她没报警 已经算人之意见 接着她又指向张千千 询问她还有什么自信 认为自己能继续做王瑞的女朋友 划币 蔡总指着他们两个人 表示还有谁以为用资历和小聪明 就能在公司作威作福 那这就是后果 说完蔡总踩着高跟鞋潇洒离去 同时让王瑞跟上她 不久后 王瑞跟着美女总裁来到一家情侣酒店 蔡总站在门口看着发呆的王瑞 询问她等什么呢 还不快点进来 王瑞顿时老脸通红 连忙白手表示着有点不合适吧 结果蔡总直接就把她拉了进去 什么 公司的美女总裁 竟然带我来到了情侣酒店 我想拒绝她却直接把我拉了进去 此刻蔡总强硬中 带着一丝魅惑地看着王瑞 询问她是觉得哪里不好啊 毕竟今天王瑞可是项目的最大功臣 不仅没有得到相应的奖励 还受到了天大的委屈 现在就不想要一点东西作为补偿啊 王瑞多少有点打住 想着不是已经把那两个人开除了吗 结果蔡总表示那还不够 一定得再来点别的奖励 说着蔡总脸红地看着王瑞说了四个字 就比如我 王瑞感觉有一股热流冲出了鼻腔 蔡总可是全公司男人的梦中情人 此时此刻竟要与自己一起开车 蔡总见王瑞不说话 直接捏住了她的下巴 询问王瑞是还在想前女友吗 不如让自己帮王瑞忘掉那个绿茶 投入一段新的感情 王瑞感觉蔡总这话没毛病了 自己都已经单身了 那为什么还不投入总裁宽广的凶毁呢 想到这里 王瑞只起身抓住美女总裁大喊着来吧 让我们一起在高速路上飞驰 美女总裁已经娇羞地扭过头 王瑞的手却停顿在空中 因为在系统妹子的凝视下 她实在是下不了手了 王瑞只能大喊一声蔡总对不起 同时给她系上了扣子 接着她把身子转到一边 羞愧地表示自己还是做不到 蔡总的嘴角翘起一丝糊涂 她没想到王瑞居然这么有意思 还是个害羞的小男生 那就等她洗完澡再继续吧 卫生间的喷头哗啦响起 王瑞没想到浴室的门居然是透明的玻璃 作为一个独春秋的君子 怎么能看这种东西 王瑞有点怀疑这是不是在做梦 要是梦的话就别醒过来了 这时系统妹子叹了一声气 表示这虽然不是梦 但王瑞的国民老公称号体验时间 马上就要结束了 她劝王瑞最好现在就溜走 这时王瑞才想起来 自己还不知道这个妹子的身份呢 系统妹子看见王瑞诚心诚意地发问 就介绍起自己 她就是称号系统的管理员 小梦 王瑞在刚才庆功宴上 成功绑定了称号系统 只要佩戴上各类别的称号 就能拥有相应的特殊能力 比如说现在这个国民老公称号的能力 就是可以使所有女性的好感度拉满 王瑞恍然大悟 终于明白前女友的奇怪反应 和美女总裁的高速飙车 然而小梦却提醒王瑞 国民老公作为S级称号 是新手福利 只有三个小时的体验时间 如果想继续佩戴 就要付费 都这种时候了 王瑞感觉自己不客一下都不算的奶 她掏出手机 询问多少钱 她王瑞今天克定了 小梦马上表示 S级国民老公的称号 一天的租赁最为两千万 王瑞赞叹这个系统还算公道 毕竟原本可以直接抢呢 她上哪副的起去 这时系统让她别气馁 还可以随机抽取其他称号 免费 王瑞不敢相信 感觉这怎么有点像客金手游的套路 小梦表示真是真的 丁真还真 王瑞没有挡住诱惑 还是点击了抽假 随着提示声响起 王瑞获得了新的称号 贵员行义太极拳掌门人 五力值加十 威慑力加五十 王瑞刚感慨这是个花架子 手机却响起短信声 他看了一眼就懵了 银行提示扣除一万元 小梦一脸坏笑 表示这就是使用新称号的费用 说着他便出一把百倍放大劲 让实话的王瑞仔细看 这下面清清楚楚地写着 抽奖免费 使用称号一万一字 王瑞气急败缓 奸商 垃圾设计 流氓软件 我要退款 小梦却提醒他 称号只要抽中就会立刻配备 并且至少持续二十四小时 王瑞欲哭无泪 他知道自己花一万满教训 以后再也不抽奖了 这时小梦又提醒到 就算不抽奖了 但只要绑定了称号系统 就必须佩戴称号 如果不抽新的称号 老称号会一直生效 并且 每天都要扣除一万 王瑞感觉这个系统 真是太太太太太坑人 那如果钱都花光了 小梦一脸和善的给王瑞介绍道 如果钱花光了 就会获得一个终身称号 无尽的打工者 只要王瑞还喘得气 就要一直不停地打工 在这无尽的工作中 绝望的离世 王瑞直接跪了 这系统真是不要也罢 小梦安慰王瑞不要这么悲观 毕竟靠着称号赚点钱 还不是小意思 三分钟一个小目标 王瑞让这个吞金兽赶紧闭嘴 他一套闪电五连鞭 能一天挣一万吗 就在这时 美女总裁洗完澡走了出来 忽然他看见王瑞就是一愣 惊呼着他怎么在这里 其他人看不到的小梦提醒王瑞 国民老公的称号已经消失了 下一刻王瑞就被一脚踹出了房门 同时还附赠了一具流氓 走出酒店的王瑞 感觉自己运气是真的差 小梦让他别抱怨了 赶紧想办法挣钱吧 这时两人忽然注意到 旁边有几个人 一个黄头发的男人 想要抱住一个女孩 女孩好像喝得有点多 旁边几个男人 几次想占他便宜 都被他打开了 忽然女孩朝王瑞跑来 直接扑到他的怀里 离花带雨地喊着救王 这时几个男人 也朝王瑞走了过来 让他少管闲事 王瑞感觉这个女孩 肯定被这群人吓要了 想到这里 王瑞毫无征兆地大喊 警察同志这里 有人骚扰醉酒女孩 几个流氓回过头 发现空无一人 立刻知道他们被骗了 气谋得逞的王瑞 早就抓住时间飞快逃跑了 跑了许久 王瑞喘得粗气 他没体力了 只好找了一个隐蔽角落组 听着那群人的声音逐渐跑远 这时王瑞怀里的妹子 忽然哼几起 浑身发热 该说不说有点像羊了 接着他终于忍不住了 感觉自己的身体变得好奇怪 应该是羊了 真的好痛苦 让王瑞快帮帮他 男人看着怀里的妹子浑身发热 不知道他是不是羊了 妹子也感觉自己有点热 想让王瑞快帮帮他 王瑞有点吃惊 这连花青会要笑这么强吗 但是他也不能就这么随便地给人解毒啊 毕竟王瑞还从来没养过呢 就在互相接药传染的时候 一道强光照来 刚才那几个流氓去而复复 正义脸因侧侧地盯着他们俩 王瑞有点后悔 早知道就不英雄就美了 小梦让他别怕 别忘了自己刚才抽到的称号 王瑞也想起了这茬 一股充沛的力量涌入他的身体 称号的第一个技能 混元形一宝伯真拳 一瞬之间 无数的能量聚集在王瑞的拳头上 他大喝一声 快步冲去 对面的黄毛直接从兜里掏出一把医生 咚着一声 王瑞直接跪到地上 哭诉这几个年轻人怎么不讲武的 打架居然还掏管制刀具 这时小梦一把按住王瑞的肩膀 让他别害怕 他这就把混元形意的第一个大招叫给王瑞 那就是闪电五连鞭 一瞬之间王瑞感觉自己又醒了 他不懈地哼了一声 挑衅地抬起手 让对面的人尽管来 忽然王瑞感觉哪里不对 自己的鞭子在哪里 小梦摊开手 系统只教招数 不提供道具 对面几个流氓彻底乐 不明白这小子是什么人来疯 在这自说自话什么呢 王瑞灵光乍现 眼神一鸣 接着他一把扯下自己的七皮狼 顺便透露了今天可能是他的本命名 王瑞一套标准的五连鞭 成功撂倒三个持刀流氓 王瑞没想到这技能还挺厉害的 就是课金太严重 让爽感没有那么明显 忽然王瑞想起那个女孩 他回头望去 画面有点香艳 一股热流再次从他的鼻腔中喷波而出 王瑞决定好人做到底 还是把这个女人送到医院去吧 就在这时 一变再生 几台商务车把王瑞围了起来 接着一群黑衣人快速挡住了所有路线 一个肌肉囚结的光头男人 声音无比阴沉地说道 你要对我女儿做什么 只穿着红色短裤的王瑞 有点发懵 他感觉自己目前的动物 好像怎么解释都不会有人信吧 光头壮汉咬牙切齿 他吩咐手下把王瑞绑起来 一会儿丢进海里 被绑到海边的王瑞 不断喊着救命 他一路上疯狂解释 这些人就是不信他 光头男人喝了一声 要是建议勇为也不用脱裤子吧 王瑞要是真的能打跑三个人 那就打赢他来证明一下 王瑞满头大汉 这大哥不知道的人 都得以为他身上背着几条人命吧 当初真的没有抱错孩子吗 只能看看称号其他技能威力怎么样 想到这王瑞大喝一声 混元行一拳第二时 飞鸿掠日 接着王瑞直接吐出一口台 准确地打到了光头壮汉的脸上 王瑞一记我最准确地打在光头壮汉的脸上 小梦竟然还在一旁叫吼 说这样可以让对方的自尊心受挫 果然 光头大汉感觉自己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直接掏出刀准备砍死王瑞 王瑞也怒了 他当一回好人还当出错来 下一刻他就祭出了混元行一拳的终极奥义 无诈而去人之兵 面对明晃晃的刀锋 王瑞大喊一句你砍死我了 这一刻 光头大汉的瞳孔中出现了迷茫 他看见了王瑞的宗师风范 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 刀斧架齐身而谈笑风生 王瑞看见光头停下刀 知道自己的招数见效 他立刻一脸正义里然 表示自己是为了领悟武学的真谛 正在云游天下 平时自己从不轻易出手 因为一旦出手 对方非死即伤 可是今天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他决定出手一次 说着王瑞把自己的双掌往前一捅 这招可以发出掌风 应该能下住光头男 光头男确实目瞪口呆 这可是掌风啊 看来王瑞果然是高人 刚才如果自己批中王瑞 王瑞就必死无疑 然而现在王瑞却没有伤害他的意思 宗师竟有如此胸襟 实在让他甘拜下风 想到这里 光头立马态度180度大转变 抓住王瑞的手连连道歉 同时感谢他救了自己的女孩 不久后 王瑞被光头男邀请进别墅里 享受上了神仙般的待遇 洗完澡的王瑞舒服地躺下 感觉自己总算时来运转了 小梦却给他泼了盆冷水 提醒他现在的称号 只能佩戴24小时 而王瑞已经没有钱续费 要是穿帮了 小心再次被沉害 想尽 王瑞一把抓起床单拧成绳子 准备趁夜深人静的时候逃命 而爬到一半的他 忽然发现下面好像有人 他的楼下正是自己刚才救的那个妹子 此刻他刚好洗完澡更换衣物 恰巧这时 吊着他的床单竟然断裂了 王瑞心中大呼糟糕 这时楼下巡逻的人感觉有道引子掉了下来 立马准备探查 在楼上 黑发妹子已经双手抓住了下坠的王瑞 他颤抖地让王瑞快点进来 半晌之后 黑发妹子应付走了巡逻的保镖 让躲在他后面的王瑞赶紧出来 王瑞尴尬地挠了挠头 道了一声谢 黑发妹子不明白他半夜鬼鬼祟祟的爬墙干什么 难道是想偷看自己洗澡 没想到正义的宗师居然有这种癖好 王瑞急忙想要辩解 谁知道妹子忽然摊开外套 笑到刚才王瑞救了他 他还没有做出感谢呢 既然王瑞这么想看的话 他可以 王瑞作为只读春秋的君子 马上表示自己不想 说完他就转身准备离开 不曾想妹子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 他笑到现在就出去肯定要被巡逻的人发现 不如再待一会儿 坐下休息的妹子 再次说出了让王瑞脸红心跳的话 别看我这么瘦弱 其实非常渴望 在没有得到满足的夜里 经常会彻夜难眠 黑发妹子的话 让王瑞心脏砰砰直跳 别看我身体这么瘦弱 但其实非常渴望 在没有得到满足的夜里 经常会彻夜难眠 说着他一把抓住王瑞的手 你可以留下来陪着我 然后他闪电般与王瑞拉开距离 王瑞一时间呆滞 黑发妹子解释他之所以被那群混混盯上 就是因为听说 那家酒吧有一道肉酱拌面 是远近闻名的美食 有可能治好他的失觉症 可惜的是这道美食 居然被那几个人放了腰子 毁坏了原有的味道 王瑞震惊 黑道大小姐居然孤身前往酒吧吃拌面 而且这个失觉症又是什么鬼人设的 妹子也愣了 不知道为什么王瑞会认为他家是黑道 之前说的陈海是他爸吓唬王瑞 其实他家是厨师家族 而他的爸爸便是仙瑶邦的第118代帮主 仙瑶邦有着上千年的传承 视为古老的祭祀中 为神灵准备食物的帮派 传说中具有大道之力 而他便是家中最有天赋的王瑞 不仅有着超凡的厨艺 同时吃过无数的美食 却没想到 忽然间得上了失觉症 这种怪病会让人品不出食物的味道 如果得不到治疗的话 继承不了仙瑶邦不说 甚至还会饿死 他最近听了一种治疗方法 就是超乎寻常的美味可以治愈这种怪病 所以他才会想去那个酒吧试试 而且他家里已经悬赏了100万 希望有高人能来治疗他这种症状 听到这王瑞眼睛都亮了 王瑞开始思考如何赚到这100万 突然他想到了一个计划 称号系统里可是有厨神 也许就能做出治疗怪病的美食 这时小梦提醒他 佩戴厨神的称号 每天的费用是5万大洋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王瑞兜里只有几千块了 现在需要一天内赚到5万 突然他眼睛一亮 转身抓住妹子的手 表示不就是美食吗 只要一天时间 他一定可以彻底满足妹子的位置 王瑞在别墅里一觉睡到天亮 他的手机开始疯狂震动 王瑞被手机吵醒 抱怨着是谁一大早就折腾 接起电话后 一道声音传来 询问王瑞怎么10点多了还不来上班 王瑞对事如造雷基 蔡总居然亲自给他打了电话 另一边蔡总让王瑞快点来公司 他有话要对王瑞说 蔡总昨晚冷静下来后 想起是自己邀请的王瑞 于是决定当面道歉 但电话那头的王瑞哪里知道他的心思 他感觉总裁是不是还在记恨昨晚的事 自己以后在公司的日子肯定不好过来 要不就辞职了吧 接着王瑞就在电话里表达了自己的意思 蔡总顿时一惊 没想到自己把王瑞吓到 接着他就朝电话怒吼起来 谁批准你辞职了 现在赶紧过来上班 本想辞职的王瑞 没想到反而激怒了美女总裁 怒气冲冲地让他赶紧来上班 王瑞瞬间呆滞 没想到蔡总竟然这么凶 看来自己死定了 另一边的蔡总也懊恼地握倒在桌上 本来说好要道歉的 结果自己又没控制住脾气 白天的时候 黑发妹子佟飞拿着喇叭在别墅内大喊 会员行一拳的掌门人 来我们家里招生了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太极拳的王掌门是真正能打出拳锋的高人 王掌门此次招生亲自授课 五人报名一人半假 霸壁王瑞直接打出一记夺命金刚拳 巨大的拳风扑灭而出 展示之后 弘飞拿出报名柳 表示每人一千五只收五十名 一时间众人纷纷上前报名 王瑞的嘴都要裂坦 没想到这么顺利就忽悠到这么多寻人 这时有人大喊等一下 弘飞的父亲口中念念有词 喊着仙瑶帮入门的口号 他询问这些帮众 来帮派入门的誓言都忘记了吗 群人听了这话 纷纷忏悔 弘帮主和颜悦色地让众人都站起来 让王瑞没想到的是 弘帮主居然跟他说了一句对不起 王瑞急忙摆手 明明是他在割仙瑶帮的韭菜 不对 明明是他挖人在前 这时佟家的管家捧着一张黑卡走过来 弘帮主拿起黑卡逼向王瑞 他表示这是昨天王瑞救下飞飞的谢 还望大师笑呢 王瑞心里面是十分想到 这可是传宗的至尊黑卡 但他还是连忙摆手 宗师的风范不能丢 自己救人是为了证明 弘帮主感觉自己可能误会宗师了 本以为大师要跟他抢狐狸 也就不再强求 这一幕被躲在树后的铜飞看在眼中 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不久后 王瑞只能来到大街上掌声 有点后悔自己刚才装宗师风范 小梦也吐槽王瑞假清高 那卡里可是有整整两个亿 王瑞只能安慰自己 自己是一个纯粹的人 高尚的人 脱离低级趣味的人 忽然他的摊子前出现三道人意 正是昨天被他打趴下的流氓 三人看着王瑞露出名笑 王瑞没想到这三个人这么阴魂不散 主要今天自己这套衣服没有腰带啊 这时小梦让王瑞安心 因为之前王瑞不接受金钱的正义行为 他的称号升级了 能使出更强的实力 王瑞安心地朝对方走去 询问他们昨晚还没被做舒坦了 黄毛混混掏出匕首 他今天一定要在王瑞的脸上 刻下手下败将四个字 让王瑞知道他的厉害 话必黄毛一挥手 三个人齐齐朝王瑞重来 而王瑞也抬拳蓄力 混原形一拳的第三招 夺命金刚拳 王瑞面对来势汹汹的三人 直接用出混原形一拳第三拳 夺命金刚拳 巨大的拳风喷波而出 一下轰飞了三个流氓 接着王瑞驻的那三个人 就是一顿殴打 不久后王瑞抓起黄毛的头发 让他把之前的话再重复一笔 要在谁的脸上刻下手下败将 黄毛疯狂求饶 但王瑞一脸和善 感觉自己必须下刀 毕竟他记性不好 这时铜飞的声音传来 让王瑞停下 要是割伤这个流氓 王瑞就涉嫌自卫过度 为了这种流氓 拜了宗师之名很不划算 王瑞不知道铜飞从哪里跑出来 不过他也就是吓唬吓唬 这时铜飞审视着黄毛问道 他早就觉得不对劲了 这几个混混一点招数都不会 表情和动作都像跟程月学的 一看就很业余 最让人怀疑的是 昨晚都被胖揍了一次 今天居然还敢来找茬 肯定有什么目的 说着铜飞就阴着脸看向红明 让他赶紧坦白 不然他就让人给他拖去尘海 只知道是秘离将的粉丝头 他给他们几个人五万块 让他们绑架仙妖邦的大小姐 其他的事情他们也不知道 而这个秘离将 就是现在顶流的网红之一 他们几个也是秘离将的粉丝 疯狂给他刷礼物 而且还借钱刷 从此欠下无数债务 就在他们发愁时 秘离将的粉丝头子联系到他们 承诺只要他们绑架到 仙妖邦的大小姐 就给他们五万现金 当然失败了就会被尘海 王瑞不由地感慨一句 黑道都喜欢陈海吗 黄毛交代完毕 还是有点害怕 询问王瑞还招生吗 他们要入门 三个人准备赶鞋归正 同时愿意拿出五万元作为学费 王瑞知道这是大客户啊 立刻表示自己知道 他们三人是迫不对 自己就破了一次 也算一场造化 当然那五万就转银行塔了 同飞却不同意 毕竟这三个人底细还没查明 这么做有风险 伴随着五万元到账的提醒 王瑞再次表现出宗师风范 他让同飞放行 这样自己就能随时监管这三个人 以防同飞再次遇到危险 同飞顿时翘脸通虎 开始自我攻略 他没想到王瑞竟然为了自己一身设行 多么高尚的品格 连数钱的样子都那么帅 满满的宗师风范 在秘离匠的直播间里 他生气地询问对方这是什么情况 说好的绑架仙妍邦帮的大小姐 怎么就失败了 以后别想要私徒 也别想私聊了 那边的粉丝头子让他别生气 自己一定完成任务 说着粉丝头子土头 都是那个男人多管闲事 一会儿就找人搞定他 听到是个男的 秘离降嘴脚上翘 作为拥有宅男女神称号的他 就没他搞不定的男人 顺便还能把脑残粉 变成自己的克金天狗 晚上的时候 小梦和王瑞紧盯着手机屏幕一起倒数 终于到了指定时间 他总算可以换称号 说着王瑞打开戏头 准备看看有什么适合做饭的称号 忽然他注意到一个叫米其林之星的称号 能力是可以做出米其林三星餐厅的顶级美食 可以征服世上所有美食家 王瑞想到同飞之前就是要去吃一面 应该是比较喜欢西餐 但这时小梦却指了指费 这个称号要每天十万 这价格可把王瑞吓到 这个米其林之星居然比中华除神还贵 系统难道也崇洋媚外吗 一定是战狼看少了 小梦嘟着嘴表示他可没有国籍 可别随意污蔑啊 之所以这么贵 是因为王瑞还没开通全球 所以目前只能使用国内的称号 只要克金升级了 价格就会调整 无奈的王瑞只能按照原来的计划 支付五万佩戴中华除神 第二天 王瑞感慨着中华除神的称号果然不错 同家所有的女婆都被他征服了味蕾 自己必定可以治好同飞的失觉症 另一边在卧室里睡觉的同飞 也嗅到了一股香气 这味道让他从睡梦中醒来 好奇是爸爸又做了什么新菜品了 快速冲到餐厅的他 发现居然是王瑞在厨房 王瑞把一碗面端到同飞的面前 说明这是自己特意早起给大小姐做的爱心早餐 快尝一尝 看能不能吃出味道 同飞一时间有些感动 没想到王瑞竟然特地为自己做的 王瑞还是十分有信心的 不光是这几个女婆 同家的那些学徒 吃了自己的料理都瞬间疯狂 这一百万他赚定了 看着眼前的同飞 王瑞已经迫不及待了 自己就要征服大小姐的胃了 同飞十分优雅地挑起面条 吸入自己的嘴中 王瑞有些期待又有些忐忑地看着他 等待着结果 然而下一刻 同飞居然直接歪头把面吐了出来 他擦着嘴急忙道歉 自己吃得太急夜道 不过他还是没吃出味道 王瑞目瞪口呆 中华厨神都无效 难道真要米其林之心吗 那这五万岂不是白花了 想到这里 自尊心被伤到的王瑞夺过同飞水中的面 决定还是自己品尝吧 化碑红为实 王瑞一边流着泪一边吸溜着面条 看得小梦一愣一愣的 光当一声 王瑞把空碗放到桌子上 接着他一步上前抓住大小姐的肩膀 让同飞务必再让他试一试 他一定会给大小姐治好 同飞翘脸通红 再次开启自我攻略 他没想到王瑞竟然为了自己这么拼 想到这他顿时感觉自己食欲大动 居然上前抱住了王瑞 接着在他的脸颊上填了填 这一幕可把几个女仆和小梦都看待 这是什么情况 吻了王瑞一下的大小姐 忽然瞳孔猛的针索 看着意犹未尽的同飞 王瑞和三个女仆都目瞪口呆 这是什么情况 大小姐双颊飞红 痴痴地看着王瑞 接着他抬手指向王瑞 大声宣布那一百万归王瑞 王瑞有点懵 怎么这么突然 洪飞笑道 刚才他终于品出了味道 是一种清爽酸甜的滋味 同时他感觉自己已经 王瑞却感觉自己什么都没做 想要拒绝 系统被小梦询问他是什么了 这种时候还要什么宗师风范 这时大小姐的下半句话说出了口 我已经喜欢上你了 王瑞和小梦两脸猛圈 这时王瑞才反应过来 大小姐说的不是炸酱面 酸甜味是什么味 洪飞害羞地表示初吻 不就是酸甜的感觉吗 王瑞本来的确因为想要提味 网面里加了不少柠檬汁 但是现在看大小姐的样子 不是在开玩笑 还真的从她的嘴角尝出了柠檬味 作为一个只读春秋的君子 王瑞并不想对大学生下手 而且还是生气就沉海的那种 想到这里 王瑞一正言辞地表示 自己对大小姐来说太大了 大小姐还是在校园里 寻找酸甜的初恋吧 然而洪飞一把抱住王瑞的歌 大喊着我已经很成熟了 王瑞的第一感觉是 确实很有说服力 但作为一个只读春秋的君子 自己一定要抵挡诱火 忽然王瑞想到 刚才童飞尝出了味道 那大干帅并因在精神上 恋爱让童飞放松了神经 因此恢复了一点味觉 要是自己能解开她的紧绷感 说不定就能治愈她 想到这王瑞看向童飞 让她说一下得了视觉症的过程 童飞听到这话对王瑞更加崇拜 宗师就是宗师 一点不带私心 自己刚才的告白太早帅了 看来只有先稳住她 再慢慢攻略 收回思绪 童飞表示是在一年前 根据童家传下来的规矩 只要她能做出父亲点头的红山白雪 就可以正式成为少帮主 可是那一次 她做了无数次 但一直没有成功 就在这期间 她忽然就失去了位局 王瑞见微支柱 大干摸青就是因为童飞的压力太大 只要自己帮她成功过关 应该就能治愈 白天的时候 童飞在春天里拉高当气质才 本想要学权的她 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练刀功 不过能避免被粉丝头子沉害 也就无所谓了 这时她的手机响起 黄毛看了一眼 顿时兴奋起来 虽然是秘离将联系她 电话接通之后 秘离将撒娇的声音传来 放纵哥能帮我个忙吗 你是我唯一的依靠啊 说着秘离将在视频中 比了一个心 娇滴滴地说了一声 拜托了 放纵哥哥 黄毛感觉自己的心脏 疯狂跳动 自己虽然不能背叛师傅 但是那都是粉丝头子的 秘离将是无辜的 秘离将宇宙第一可爱 我要为它上刀山下火海 粉身碎骨在所不辞 红山白雪糕 是以面粉和羊肉为原料 混以冬季白雪化成的清水 在放入以红山木制成的真体之中 木的味道 雪的味道 冬季的味道 也是时间的味道 用故土和香气 与浩瀚的历史相融合 从而凝聚出舌尖上绽放的门 王瑞猛地解开锅盖 一股金光肆意而出 充斥了整个厨房 作为仙瑶帮的大小姐 同飞也是第一次见到 会发光的红山白雪糕 带着点期待 同飞拿起一部分品尝起来 然后他摇了摇头 还是尝不出任何的味道 王瑞倒是没气馁 因为这个本来就不是给他吃的 他告诉同飞 失觉症就是同飞的压力过大 从而变化出的精神疾病 只要他得到父亲的认可 解开自己的心结 味觉就可以恢复了 王瑞表示自己刚才 已经把这道菜的心得阻结出来 马上就传授给他 之后就跟他一起 做出最棒的红山白雪糕 去征服爸爸 听到这话同飞精神一震 刚才王瑞是管他的爸爸叫爸爸吗 难道大师已经同意自己的告白了 同飞感觉王瑞对他真是太贴心了 而王瑞则想着一百万就要到手 不久后王瑞拿起大小姐做的料理 一边咀嚼一边赞叹这个味道绝对正宗 可以去试试了 要是帮主有什么意见 我们还可以再改进 但同飞一点信心都没有 王瑞只能无奈让同飞拿着他做的去试试 反正他们两个人做的差不多 这样就算被批评了 也是王瑞做的不好 同飞就不会有压力 同飞感激地点了点头 他感觉自己越来越喜欢大师了 不久后同帮主品尝起这道料理 他吃一块细细咀嚼起来 王瑞已经招数用尽 成败就再次一举了 同帮主先是感叹一句这真实 大喊一声太好吃了 柔软的糕点在口腔中打滚 每次咀嚼都能感到那种弹性 刚刚好的甜度 甜而不腻 清新脱俗 震惊过后 同帮主看着女儿 询问是她做的吗 同飞扭过头不敢直视父亲 表示这是在大师帮助下制作的 然而王瑞一把抓住她的肩膀 大声告诉我 这就是你做的 我刚才并没有换那体糕点 自信一点 你已经成功过关了 说着王瑞拿出一块糕点 让同飞自己尝一尝 即使没味道 也能品出他们两人口感的差别 同飞接过糕点咬了一口 下一刻大小姐激动地流出了泪水 她感觉到了味道 味觉已经恢复了 同飞用自己的糕点治愈了自己 所有人都很高兴 只有小梦疯狂砸桌子到底是什么味道 她吃不到啊 然而同飞还是觉得 这次的糕点并不是完全靠自己 她还不配成为仙妖帮的继承人 同帮主笑到这个还不简单 只要同飞和王瑞结婚不就好了 这样一百万和她女儿 就都是王瑞的了 一瞬间王瑞就想到了豪宅 财富 美女 龙王坠血 觉得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系统妹小梦却出奇地激动 怒吼了一声不行 不久后两人来到了阳台 王瑞询问同飞她做的晚餐怎么样 同飞对自己恢复味觉的第一顿晚餐非常满意 不过她对王瑞更加满意 即使被王瑞拒绝过一次 但她并没有改变自己的性 她的脑海里全是王物 王瑞没想到同飞竟然这么痴情 现在自己只要点点头 就能少奋斗一辈子 难道自己真的就要 结果小梦直接出来给王瑞来了个剪刀腿 大喊着不行 王瑞激动地让她闭嘴 忽然她感觉不对 同飞看不见小梦 估计要误会 同飞也是一脸尴尬的吧 是没关系 她明白 她知道自己目前配不上大师 但一定会努力的 不用太久 她会快速成长的 垂头丧气的王瑞懊恼地抱怨 自己的富婆就这么没了 都怪小梦打断她 小梦解释到她之前还有一位宿主 跟王瑞一样贫穷 但是心地很善良 被她绑定之后 改变了命运走向了成功 但那之后 那个人慢慢变了 甚至有想掌控全人类的想法 终于她打伤了不听话的小梦 并抢走了系统半数的称号 而她现在的称号就是 最强能力者 神 所以王瑞现在还需要努力 要时刻准备应付强敌 另一边网红主播秘离将趴在地上 他颤抖地说着遵命 自己一定把同飞献给大人 而他生前的女人点了点头 说了一句很好 这个人便是神的御前天使 地狱审判乌烈 晚上的时候 王瑞被黄毛拉着 看了一场秘离将的直播 看得他直怀疑人生 黄毛作为脑残粉 根本不明白师父 为什么会这么冷淡 今天还是秘离将 一年一度的生日福利直播 之前秘离将可是拜托了他 一定要让王瑞看到这场直播 就在这时 秘离将宣布福利红包雨即将开始 王瑞就随便点了一下 没想到还真抢到了 感觉这个秘离将真撒钱 这种行为至少比某个 只会片刻的吸血系统强 这话可把小梦听炸毛了 这是王瑞手机上的字 吸引了三个人的目光 他居然获得了大奖 与秘离将的线下约会一次 直播里的秘离将 笑着恭喜一级的新人王瑞 并询问他是喜欢黑丝还是光腿呢 王瑞没想到还真是自己抽到 最近也太走运了 王瑞思考了一下 要不把这个机会 直接一万卖给徒弟黄毛好了 小梦却直接否决 因为他从刚才的直播情况判断 秘离将非常可能是称号佩戴者 他之前的宿主就是神 可以把手中的称号借给别人 再利用那些人去赚钱 而王瑞只要在对方称号的领域 打败对方 就可以掠夺走对方的称号 现在只要跟秘离将线下见面 小梦就能知道 对方是不是神的手下 线下见面当天 王瑞准时来到相约弟弟 他正跟小梦吐槽这种网红 一般都是靠美颜活的 估计见光就死 这时秘离将走过来打了声招呼 他看着王瑞挥了挥手 询问他就是王大师吧 王瑞一愣 小梦吐槽打脸 不久后王瑞便跟着秘离将来到一处餐厅 而小梦也终于看清了秘离将的称号 是宅男女神 不过不要紧 他已经把王瑞的称号换成了钢铁指南 王瑞肯定能把天撩死 你只管张嘴 其他的交给称号 第一回合 秘离将表示自己经常来这家餐厅 价值18888每克的 集神户牛排非常棒 王瑞立刻回到你自己点了 我牛肉过敏 还有我们人 秘离将满头大汗 王表示自己请客 还有谢谢哥哥上次刷的礼物 王瑞一脸淡定地表示自己可从来没送过礼物 反而在直播间抢了30的红包 第一回合秘离将完败 不过他没气馁 准备发动第二次攻击间接接吻 接着他便站起身询问王瑞手里的是可乐吗 他突然很渴 能让他来一口吗 王瑞直接拒绝 他劝秘离将本来就不瘦 不适合喝可乐 秘离将气得浑身发抖 这个王瑞是什么鬼 今天要是拿不下他 自己就用面条离世 吃晚饭后两人在街边散步 秘离将挨压一声 抱怨一句风好大呀 接着便发动第三回合攻击 肢体接触 他看着王瑞可怜地表示自己快被吹倒 结果王瑞马上加快脚步 这么大的风 自己可不能感冒啊 没办法秘离将再接再厉 第四次撕照攻击 他掐断一朵花 撒娇着让王瑞给他拍张照 不幸凭自己的童颜好身材拿不下王瑞 结果看到照片的他 颤抖地说出了谢谢你三个字 秘离将挫败地跪倒在地 他第一次见到这种直男 完全不受任何套路 这也太可怕了 无奈的秘离将准备用出必杀戟 他扭过头表示幸福的时间真的短短 他舍不得跟王瑞分开 而同时王瑞也接到了一个电话 询问着对方在说什么 秘离将此刻大声说道 好想像今天这样 永远跟你在一起 每天都跟你甜蜜地待在一起 然而他面前的王瑞早已消失不见 原来刚才的电话是黄毛徒弟同志他 童飞被人绑架了 不过还好王瑞之前在童飞身上安装了定位器 小梦感觉对方抓走童飞 很可能是为了给神提炼成好 如果成功的话 童飞很可能会失去生命 不久后王瑞来到一处偏僻的小木屋 他打开门后也是被屋里的景象吓了 住在这里的人太恐怖了 不过他也终于看到了童飞 王瑞让他别害怕 自己这就救他出去 然而就在这里 门口出现一道人 手里拿着嗡嗡子 闪电旋风批 蒙面人拿着电锯 嘴里黑黑的凝笑着走来 王瑞现在的称号是钢铁之难 还没到零点不能更换 自己现在没能力硬钢 想到这 他指着蒙面男的背后大喊 秘离将你怎么来了 听到秘离将的名字 蒙面男立刻转头 然而门口的位置 没有任何人 抓住这个时机 王瑞已经拉住童飞快速跑出现 另一边蒙面人也杀哑 刺鼓吹的车 王瑞和童飞躲到了跑平 准备等蒙面人走了再行动 就在这时 黄毛突然打来的电话 暴露了王瑞的位置 王瑞为了童飞的位置不暴露 只能跳出来吸引蒙面人的注意力 看到王瑞 蒙面人果真乱甩着电锯 追杀起他 王瑞也害怕了 毕竟那可是电锯啊 忽然童飞从一旁窜出 一把抱住蒙面人 同时让王瑞快跑 一下一刻 电锯从蒙面人手中 飞了出去居然摔碎了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 那个蒙面人居然还是个妹子 此刻他和童飞互相扯起头发 王瑞也是满脸惊骇 是个女的 电锯也是假的 不过终于到零点了 他可以换称号了 王瑞看着界面 准备就换个点穴高手了 谁知这时那个蒙面妹子 突然冲了过来推了他一把 害得王瑞直接点错了称号 选错的这个调教大师 小梦实在不方便解释 只能让大家自己误了 不过王瑞的攻击 让蒙面妹子感受了一种 不是疼痛的疼痛 一种微妙的舒爽 让他忍不住想要多一点的鞭吃 一段时间后 短发妹子羞涩地叫了一声主人 表示自己就是负责给恐怖片 娱乐场所做道具 所以物理才全是魔形 电锯也只能听个响而已 就在他们以为尘埃落定之时 秘离将牵制王瑞的徒弟黄毛出现 他笑着表示还没结束呢 王瑞看到他气不打一出来 这个女人故意用约会引开自己 然后指使粉丝头子绑架铜飞 不过秘离将更气 王瑞跟他约会食无动于衷 现在倒是非常关心铜飞啊 居然直接丢下他来救人 听到这话黄毛和粉丝头子都是疑乱 居然有人能抵挡住秘离将 不过既然王瑞这么想保护铜飞 那就来比一场吧 他要跟铜飞来一场直播PK 如果自己输了就退出直播界 但他要是赢了 王瑞就必须交出铜飞 小梦立马让王瑞小心 对方提出这种比赛 肯定有自己的优势 王瑞也知道 但是哪有千日防贼的道理 而且还要帮小梦夺回称号 现在只能答应 当然 需要铜飞答应才行 说着他看向铜飞 询问他是什么意见 铜飞知道王瑞对自己这么好 不能让他失望 虽然他从来没有直播过 但为了王瑞 自己愿意尝试 秘离将冷哼了一生 看对方没给他这个直播界 一姐当盘菜 十分不爽 三天后他会让这个女人 输得心服口服 说完这些 便在两条舔狗的追随下转身离去 转眼就来到了直播PK当天 秘离将笑着跟观众们打着招呼 只说了一句话 便有无数礼物满屏挑起 铜飞也开启摄像头 开始跟观众打招呼 没想到也有不少礼物 在秘离将抽好惩罚任务后 比赛正式开始 第一回合 铜飞带着猫儿猫爪表演起雪猫叫 账号王大掌门 直接刷起满屏的火箭 王瑞知道今天是秘离将的主场 第一回合必须得给铜飞找士气 所以他把之前赚的一百万全满火箭 第一局在王瑞倾家荡产的攻击下 秘离将果然输掉 他娇笑着剪掉一根带子 心里念叨着果然不好对 自己必须使出绝招了 接着他直接在屏幕上扣出公告 现在刷礼物可以双倍反例 刷到就是赚到 在秘离将如此攻势下 第二局不出意外的铜飞输掉 局势变成了一比一平 第三局开始 王瑞便按照之前的计划 用出了他挑选的称号 人脉之王 一时间铜飞的人气开始暴涨 看得秘离将目瞪口呆 而弹幕里也炸裂开来 居然半个娱乐圈都在为铜飞打口 那因马云周杰伦 苍大师悉数登场 堪称内于提前过年了 王瑞看着人气感觉形势大好 第三局应该是稳了 小梦也不禁赞叹王瑞 还是有点想法 铜飞看着屏幕里的名人和火箭也蒙了 大师居然有这么强的人脉 谁知秘离将却哼了一声 是王瑞逼他的 他要用出真正的必杀劲了 下一刻王瑞和小梦如遭雷击 秘离将居然一瞬间就反超了 王瑞不明白 怎么突然有这么多人给秘离将疯狂刷礼物 秘离将心里早就乐开了花 他委托平台篡改了数据 王瑞是不可能打败他的 此刻的后台工作人员 正紧罗密鼓地给秘离将刷着数据 铜飞借喝水离开镜头 询问王瑞下一步怎么办 要不用他的钱刷点礼物 王瑞已经看出平台的不对劲 这样下去就算投入多少钱也是无底洞 这次是他大意了 没想到对方竟然已经渗入到平台内暗箱操作 王瑞一时间也没有任何办法 感觉这次计划要失败了 另一边某富豪别墅内 一个女人看着手机里的直播 嘀咕了一句真没意思 作为称号的拥有者 居然还作弊 既然如此 那他就出手 让这些人看看 什么叫真正的超能力 一瞬之间 一个为省略号的账号 给铜飞刷了数不清的宇宙飞船 整个直播间都傻了 不知道这是系统故障还是什么 那么多久都不会数了呀 直播间都刷卡了 王瑞也不知道这是哪里来的土豪 居然能一口气刷出这么多礼物 作为顶级主播的秘离将 从来也没见过这么多年 而且全是最贵的礼物宇宙飞船 这让他心如死灰 这么刷估计都快要20亿了 直接收购平台都够了 而后台的程序员也传来噩耗 现在流量太猛 系统都瘫痪了 已经刷不了礼物了 这次秘离将真的怕 自己真的要输了吗 一中 不等王瑞等人说什么 秘离将居然闪电下线了 一时直播间内一顿叫骂 输不起玩什么 晚上的时候 王瑞和小孟都十分开心 王瑞没想到今天一整直播 竟然让他赚了十多个小目标 也不知道最后那个神秘人是谁 而小孟根本不在乎 毕竟宅男女神的称号回到他的手里 说着他忽然直起身 为了表达对王瑞赢回第一个称号的赞赏 他决定给王瑞发布一个支线任务 只要王瑞购买并拥有一辆5000万以上的汽车 铜飞有点不明白王瑞为什么突然要给他买车 王瑞表示主要是当作铜飞帮自己赚这么多钱的谢 来到4S店后 王瑞发现有一辆跑车还不错 但却没有人接待他 那边明明有一伙人在闲聊 估计是以为自己买不起 无奈的王瑞只能主动走到一位销售 询问他能帮自己介绍一下车子吗 然而那个黄毛转头脸上充满了嘲笑 表示这辆车可是定制款 价格5000万起 王瑞确定自己能买得起吗 王瑞摸了摸那辆车 想着5000万正好啊 谁知道黄毛销售健壮大喊着不买别乱摸 这种穷人他见得多了 自己随便报个价就要吓死了 虽然身边的妹子不错 但这种男人只会嘴上装插 真付款的时候就怂了 想到这他直接开始胡编 只有在店里消费破百亿的超级VAP 才有资格购买这辆车 王瑞听着有点不乐意 准备跟他理论一下 谁知这时另一道声音打断了他们 一位带着眼睛的妹子出现在他们眼前 笑着介绍自己是本店的销售威威 如果王瑞不介意他是新人的话 他可以讲解 王瑞同意之后 威威就开始给他们两人详细地介绍另一台车 并说明这辆车的最低配置也是5000万 如果有购买意向的话 还会有一定的折扣 王瑞反问了一句折扣 新人销售急忙摆手 表示自己并没有看不起他的意思 谁知王瑞挥了挥手中的卡 神气地表示自己的意思是不要折扣 现在就全款买两台最高品 一辆现在开走 一辆运到仙姚邦 8000万的车 王瑞没有丝毫的犹豫 不仅要全款买两台 而且不要任何的折扣 这话听得新人销售心花怒放 当即表示自己这就去开单 而一旁的黄毛销售陷入巨大的震惊之中 这个人居然真的买单了 8000万的不加敌 还是两台 这之后王瑞带着同飞疯狂消费 只要同飞视线停留过一秒的包全部买下 只要同飞试过的衣服 全部刷卡 不管3721 路过之地必刷卡 最后王瑞和同飞从头到脚 全部都换了一笔 在一众销售的目送下 离开了商场 上了车的同飞感慨 原来花钱也可以这么快乐 不过他有点担心王瑞的钱包撑不住 王瑞让他放心 钱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陪在身边吧 然而下一刻 王瑞就是一脚急杀 蒙面电锯人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这次秘离匠的粉丝头子 拿着真正的电锯等着他们俩 大喊着自己要为去世的秘离匠报仇 王瑞这边都懵了 怎么就去世了 原来是粉头在昨晚下播之后 就一直联系不上秘离匠 直到今天他在秘离匠的房间内 看到了注射器和空药品 王瑞让他别激动 先去案发现场观察一下 来到秘离匠的家里 王瑞发现空药品是麻醉剂 秘离匠并非自杀 而是被人绑架了 同时门窗没有撬动的痕迹 大概率是熟人作案 注射器是30克13毫米的小针头类型 这是医美常用的种类 而秘离匠每周都要去的地方 便有一家叫做西亚的美人院 这是佩戴了天才侦探称号的王瑞 通过侦探能力分析出的陷阱 当然 小梦感觉死神小学生的打扮穿错 应该穿他手里这件 另一边秘离匠被绑在一间阴暗的房间内 本想收回他称号的御前天使乌利尔猛然一惊 他发现秘离匠的称号竟然消失了 到底是什么人干的 他拿起手机拨通一个电话 询问昨天PK给对家刷的巨款是你干的吗 秘离匠的称号怎么没了 对面的女人笑道是又怎么样 你也管不了我 不要违背神的旨意 他对你的容忍是有限的 还有乌利尔 你最好搞明白 你是神的走狗 而我不是 说着女人便挂断了电话 他念叨着真有意思 称号居然还能被夺走 王瑞啊 你到底还有多少秘密 是我不知道的 另一边王瑞开车来到了美容院 王瑞一脚踹开大门 带着几个人冲了进来 被捆绑中的秘离匠缓缓醒来 他忽然想起了自己的过往 曾经在孩子群中弹着吉他歌唱 为了帮助孤儿院 他接受了好土平台的邀约 忽然他听见有人喊自己 一睁眼竟然是那个男人 王瑞 第二天秘离匠回到好土娱乐 被平台的总经理一顿臭骂 居然一声不吭就断了直播 现在就算秘离匠给他跪下认错 舔他的皮血 他也不会饶了这个小贱人 还有昨天挂了他电话的那个男人在哪 秘离匠表示那人正忙吗 一会就过来了 经理让他少在这装样子 除了他哪里会有老板要秘离匠这种小痛 秘离匠一脸天真的说了一句 可是他已经把好土娱乐买下来 难道总经理还不知道吗 总经理有点懵 好土市值40亿 是说买就能买的吗 就在这时 王瑞带着他的秘水言出漫笑着走了进来 同时表示自己手里刚好有点闲钱爱 他刚去开完高层的紧急会议 之后便快马加鞭地赶到这里 同时他还准备好了辞退性 从现在起 黄毛经理正式被解雾 经理看着眼前的辞退性有点发懵 自己就这么被解雾了 接着他不懈地哼了一声 想要炒掉他 按照合同至少要赔偿三个月的工资 还有他为工作操劳 他还要申请工伤和精神损失费 王瑞直接在手机上打了一个数 询问他这个价格不够 经理精了 这小子太有钱了 五百万他都财务自由了 脸都可以不要啊 这时秘离匠得意的发华 想要这些钱 就必须给他道歉 经理能屈能伸 为了五百万 马上就跪下给秘离匠道歉 然而就在这时 王瑞看着手机念念有词 不过你滥用职权 非法侵占公司财产 挪用公款 骚扰女艺人 做了不少坏事啊 这么算下来 黄毛经理应该倒赔王瑞一百五十万 经理一瞬间如坠冰窟 这小子是纯纯的魔鬼 居然把他的脑底都摸透了 这之后秘离匠心情十分舒畅地 离开了经理办公室 看着不断叫着王瑞主人的秘离匠 一众吃瓜群众纷酸好奇 这是什么新玩法 不过没想到秘离匠居然发达了 抱上金主爸爸的大脑 走在路上 小孟给王瑞解释了一下 之所以要王瑞买下豪土娱乐 是因为要修复神级称号 娱乐圈皇帝 神已经靠称号掌控了整个世界的商业来 但只有娱乐圈还没有社图 是因为他没有相应的称号 所以只要王瑞成为娱乐圈皇帝 就能翘动神的地位 王瑞感觉这个称号听起来是真不错呀 自己岂不是天天能和大明星玩啊 直接说多少钱 他课金就是了 小孟却指明娱乐圈皇帝不是能用钱买的 这个称号已经损坏了 只能做任务修复 现在需要把人脉之王 金牌制作人 娱乐天王三大称号升到满级 就能修复娱乐圈皇帝 所以从现在开始努力升级吧 这时忽然有人叫住了王瑞 王瑞寻声望去 居然是蔡思云 自己前公司的美女总裁 蔡总直接让王瑞上车 还有不用担心 自己这次不是来带他开房的 室友正式要谈 接着蔡总笑道 难道王瑞不想知道什么个号是谁吗 王瑞没想到那个刷到系统瘫痪的神秘土豪 竟然就是蔡总 不久后王瑞就被带到蔡氏集团旗下 七星级温泉酒店 他忍不住吐槽一句这算什么正经地方 不久后换完泳衣的蔡思云来到温泉 询问王瑞这个地方怎么样 王瑞老脸通红 询问蔡总到底想谈什么 为什么就要挑这种地方呢 蔡总笑道这里大家都可坦诚相见了 不怕被别人窃听 太适合谈秘密了不对努 王瑞把自己的脸来到水 表示自己倒是坦诚了 但蔡总的诚意似乎还不够啊 蔡总哀压一声 没想到王瑞还这么斤斤计较啊 真要自己那么坦诚吗 到底还是王瑞所吗 王白首表示直接说吧 为什么给他刷那么多钱 蔡总嘻嘻一笑 一个女人给一个男人花钱 当然是因为看上她了呗 那可是五十亿啊 应该够她包养王瑞随便玩了吧 如果王瑞让她玩得开心 她还可以给王瑞更多的财富 王瑞有点懵 自己也没佩戴国民老公的称号 蔡总这反应多少有点不正常呢 这时小梦出现让王瑞小心一点 这个女人不简单 虽然她无法看到蔡思云的称号 但是她身上有一股神的味道 这时蔡总忽然询问王瑞在跟谁说话 是不是在王瑞的身体里 还藏着第三者呢 王瑞无比吃惊 难道蔡总知道小梦的存在吗 这时蔡总从温泉中站起 表示她还是直接说吧 她知道王瑞得到了称号系统 现在的王瑞十分的不安全 如果还不想死 那就只有自己能帮助王瑞 连自己有称号系统都知道 她到底是什么人 而小梦认为 蔡总绝对是神的走狗 想要杀掉王瑞 说着她开始疯狂挑选称号 准备先下手为强 王瑞让她先冷静一下 这时蔡总让王瑞放心 她不是王瑞的敌人 如果现在干掉她可得不偿失 现在对面的人已经发现 秘离将的称号消失 只要暗图所记 用不了多久就能查到王瑞 给秘离将发配称号的 是西娅整形医院的总裁袁西娅 称号天选之女 代号乌烈尔 她的搭档是国内最大娱乐集团的 总裁佐良茶 她佩戴的称号是爆款之王 代号沙利叶 他们两人收到神的命令 着手重造神级称号娱乐圈皇帝 王瑞想起那个佐良茶的娱乐公司 传说是有背景的家族 靠拍电影把当前变为合法 难道对方真的要杀人裂口 想到这 王瑞询问蔡总想怎么对付这两个人 并且和他们为敌对蔡总有什么好处 蔡总笑着表示 她要亲手把王瑞打造成超越伟神的真实 这就是她的野心和服从 王瑞明白了 蔡总应该是跟神有过节 但蔡思云虽然有钱 对方可都是超能力 凭蔡总也无法打败神 蔡总感觉王瑞是误会了 打败神只能靠王瑞自己 毕竟系统只是跟王瑞保定 而他能做的就是保护王瑞的性命 让双方公平的竞争称号 王瑞好奇地询问 具体要怎么做呢 蔡总抬起王瑞的下巴 表示很简单 只要跟他交往 成为他的人就可以了 只要王瑞乖乖做他的男朋友 就算是神也不会要王瑞的性命 王瑞感觉这个提议很好啊 蔡总人美身材好 同时还有钱 而且还能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 但是王瑞拒绝 区区五十亿 自己如果修复了娱乐圈皇子 五百亿都是零花钱 而且现在还不能完全相信蔡总 蔡总怀疑王瑞不要命了吗 没有自己的保护 那些人会干掉王瑞的 王瑞感觉身份已经暴露 但自己好歹有系统 应该问题不大 蔡思云呵呵一笑 感慨不愧是系统选中的人 回到家之后的王瑞 忽然发现白天的那个汽车销售 竟然加了自己的微信 加了眼镜妹销售的微信后 王瑞被邀请到一场车展 来之前他做了功课 这里展出的豪车 都是很难买到的限量款 受邀的人非富极贵 是个升级人脉之王的好机会 小梦听到这话高兴起来 因为只要王瑞 把自己的名片发给十个负号 就能把称号升一级 就在他们讨论时 远处有几个吵吵闹闹的 几个人指着眼镜妹 大喊着退钱 明明主动加好友 说买了车就给福利 结果收了钱就拉黑消失 眼镜妹委屈的不行 因为那根本就不是他做的事情 这时王瑞抓住机会 挡在了眼镜妹的前面 他示意各位老板都冷静一下 这个女人是他的妹妹 这件事绝对不是他做的 要是他做的 他早就是金牌销售了 结果现在还是4S店的吊车纹 当然不管是不是他做的 他都会替自己妹妹给各位退钱 只要各位老板别在这闹事 败坏了他妹妹的名声 说着王瑞递出了自己的名片 让对面几个人都放心 只要有转账聊天记录 他肯定全部退款 在王瑞发出自己名片的同时 小梦发现人脉之王的称号成功升级了 这之后王瑞拨打了骗子手机 发现居然是那天 那个黄发销售的手机响了 老板闻声而来 吓得黄毛销售跌坐在地 搞定这件事之后 王瑞示意微微自己还要买车 而这一次 只要展厅内能看到的车 他王瑞都要了 王瑞这一番操作 直接让业绩垫底的微微 成为了店里的销售官员 另一边地下车库里 几个人对着一位青年 不断点头哈腰的道歉 表示夜少想要的 法拉利全球限量款 被一个姓王的买走了 夜少喝得冷笑了一声 居然有人敢抢他看上的东西 真是活腻味了 第二天王瑞刚回到豪土娱乐 他的秘书就送来小山班的文件 表示这都是王瑞该过目的合同和表报 王瑞很不负责任地表示 自己相信秘书的能力 S级以下的项目自己不再过目了 在秘书抬走文件的时候 王瑞表示自己刚买了一批豪车 准备新建一个汽车租赁业务 询问秘书能不能帮出个方案 秘书没有丝毫犹豫 立刻就答应下来 这让小梦都吃了一惊 王瑞解释这个秘书可不是普通 作为工商管理硕士的他 用了短短三年 就把自己的公司做到百亿规模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破产了 之所以来他这里公里 就是因为自己能给他提供舞台 否则根本留不住这种牛人 这时门外忽然闯进来一个人 大喊着我跟你们总裁是哥们 王瑞看着这个人一脸猛逼 不知道哪来的中二青年 那青年表示自己是杨哥租车的叶晨阳 没想到豪车圈竟然有人不认识自己 王瑞让保安松开他 听听他要说什么 叶晨阳也不莫及 表示王瑞买走的限量款法拉力 是他最喜欢的车 只要王瑞肯转售给他 他可以出三倍的价钱购买 只配了一辆 但他不缺钱也不想卖 叶晨阳没想到王瑞这么装插 他让王瑞别太断着 自己在豪车租赁方面可是王瑞的前辈 现在市场就那么大 他的公司跟室内的大酒店 大婚庆和大部分营业公司 都有长期合作关系 早就占据圈内90%以上的资源 王瑞拿什么跟他争 就在他喋喋不休的时候 王瑞的手机响起 是某星级酒店的张总 来电话就是为了租王瑞的车 这让林晨阳顿时一蒙 那不是自己的客户吗 这十二号再次传来 那个张总还要把某婚庆和某饮业 都介绍给王瑞 他们的租车合同都要到期了 不打算再续约了 林晨阳有点慌了 这几个客户都没了 自己还干个屁的租车 王瑞之前在车展围微微解围 给自己树立了良好的口碑 然后在买光车展的车赚取关注度 最后广发名片 都是为了租车做铺垫 咚的一声响起 吓了王瑞和小孟一天 林晨阳哀求王瑞不要这么崛起 他一个富二代创业不容易 要是失败了 只能回家继承千亿家产 王瑞听了这话 特别想揍他 但他还是忍了下来 表示自己有个想法 既可以发挥娱乐公司的优势 又可以开拓租赁市场 他要拍一部豪车题材的电影 如果叶晨阳想投资 自己可以给他开一个口子 叶晨阳立刻答应下来 毕竟能打入娱乐圈的机会可不多 他决定马上攒个局 找几个朋友深入探讨一下 不久后叶晨阳斩的局成功召开 但王瑞感觉这就是个party 根本没法深入交流 但聚会上出现了一位王瑞没想到的人 居然是美女总派蔡思云 叶晨阳直接说明王瑞想拍个豪车电影 询问蔡总有没有想法 蔡思云表示自己跟王瑞情投意合 不管王瑞做什么 自己都会支持他 王瑞提醒他自己可是已经拒绝他 可别乱说败坏自己的名声 蔡思云表示王瑞不是拒绝被自己包养了 可没拒绝自己追求他呀 说着他站起身 表示自己挖到一个好剧本 他在房间等着王瑞好好聊一聊 王瑞站起身准备四处闲逛一下 毕竟这里聚集了大量富二代 是个升级称号的好机会 接着他询问小孟能看出谁最有钱吗 小孟一笑 手中金光涌动 提醒王瑞年轻人最重要的是未来的潜力 下一刻王瑞就发现所有人的脑袋上都有彩色的缘缓 这是人脉之王的鉴定能力 可以帮王瑞发现未来潜力 白色的是普通人 红色的略有才华 金色的财运不错 而黑色的就是倒霉蛋 最好离他们远一点 当然这些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需要关注七彩光环的人 他们未来注定大富大贵 王瑞扫尸一圈 没有发现一个七彩的 毕竟人中龙凤哪有那么好找 忽然一个女人撞到了她的身上 让王瑞猛的一惊 更让她震惊的是 这个女人竟然头顶七彩光环 王瑞急忙询问她没事吧 美女表示没什么 就是自己喝多了有点晕 小孟猴急地让王瑞抓住机会 把妹子带回房间休息 好拉近一下关系 而这时妹子也红着脸看向王瑞 询问她能扶自己回房间吗 来到房间之后 王瑞扶着妹子躺下 自己准备给她倒杯水 谁知道妹子躺下之后 就说这里太热了 她不要水 她要王瑞快抱抱她 王瑞有点懵 这个女人是喝了什么奇怪的东西吗 自己还不想失去铜针 危机之下 就在王瑞想到两拳之策的时候 蔡思云忽然出现 询问他们俩在做什么 接着蔡总大骂一声 张小娜你不要脸 居然勾引我看上的男人 张小娜哈哈一笑 表示王瑞可是无视蔡思云的腰晕 并主动送她回了房间 接着两个女人就扭打在一起 互相大骂对方 而这时 房门咔嚓一声被锁上 蔡思云顿感糟糕 这里居然是惩罚房间 一旦被关进惩罚房间 就必须完成主人指定的任务 否则就无法离开 这时电视机亮起 叶晨阳的身影出现 第一个问题 就是房间内有没有喜欢的人 有的话请举手 蔡思云和张小娜同时举起了自己的手 这时叶晨阳表示接下来就是大冒险 请抽自己喜欢的人一个耳光 然后激吻另一个人 顿时满场欢呼 蔡思云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给王瑞来了个耳光 张小娜嗷又一声接住了王瑞 她没想到蔡思云居然亲手把男人送到她怀里 那她就不客气了 说着就在蔡思云震惊的目光中 攻向王瑞 王瑞大喊总裁救命 张小娜让她别这么害羞 这一幕被电视转播出去 群众们都看傻了 难道张小娜喜欢的是蔡思云 这两个女人不是一职不合吗 不久后张小娜呲溜一声 舔了舔嘴唇 感觉味道还不错 满脸唇印的王瑞感觉自己都要升天了 事到如今张小娜也决定坦白 她和思云从小一起长大 知道思云心地单纯 容易被男人骗 所以她才假装勾引蔡思云的男朋友 其实就是想考验一下他们 结果没有一个通过考验的 全都是配不上思云的渣男 她最喜欢的一直是蔡思云 蔡思云听了这话满嘴冷笑 蔡思云直接拒绝了张小娜的表白 暴力拉开房门走了出去 看上王瑞送蔡总回去的路上 蔡思云不断大喊着气死了 那个贱女人分明就是喜欢抢她的东西 还敢大言不惭地说喜欢她 太不要脸了 王瑞提醒总裁自己不是东西 顺便吐槽她喝多了话也意外得多 忽然蔡思云看向王瑞 询问她是不是何计自己这么主动 一定经验很丰富 王瑞立刻表示自己没有 蔡思云表示也不怕王瑞笑 她到现在还是手身如玉 就是在等真命天子 不久后王瑞看着躺在后座上的菜子 嘴里哼哼两声 夜黑风高孤男寡女的 自己又喝得烂醉如泥 还能怪谁呢 蔡思云忽然睁眼 询问王瑞要干什么 王瑞表示自己在她身上找房卡 要不怎么送她回去 听到这话蔡思云反而怒了 指着王瑞胡说八道 她就是缠自己的身子 王瑞立刻否认 听到王瑞的否认蔡思云反而哭了起来 自己这么好的身材 难道就对王瑞没有吸引力吗 不过她不管 既然王瑞知道了她的秘密 王瑞就得对她负责 接着蔡思云看着王瑞 笑着表示让我变成坏女人吧 然后就在王瑞的肩上睡了过去 把蔡总送到酒店后 王瑞和小梦都蒙了 蔡思云头顶的七色光芒 已经不能用圆圈来形容了 这才是真正的人中龙凤了 第二天一早 蔡思云从被窝里醒来 醒来后的她有点断皮 一时间没想起谁送自己回来的 在回忆昨天的事情后 她猛地掀开自己的被子向下看去 感叹一句还好没事 也不知道自己昨晚怎么那么势态 也不知道王瑞怎么想自己 此刻的王瑞正在楼下等车 蔡总的住处离原来的公司很近 王瑞祈祷着可千万别碰到熟人 不过怕什么来什么 李小和他的前女友千天恰巧出现 见到王瑞之后就是一顿冷嘲热讽 桥梅想到几天不见就这么拉了 公交车可不在这里停的 就在这时 王瑞的秘书开着卖八奔停到王瑞面前 喊了一声王总上车吧 之后他直接表示今天有个企业峰会 需要王总亲自出席 要登平台签一个十亿的新项目 这话让李小和千千听到都是目瞪口呆 出口就是十个亿 秘书看着后视镜里的两个人 询问他们是谁 王瑞表示不用在意 两只蚂蚁而已 这时千千在后边努力追着汽车 大喊着阿瑞 没有你我可怎么活阿瑞 阿瑞 你带我走吧阿瑞